患者孙某某女95岁 于2019年12月4日7时30分 因神志欠亲 被患者家手通过救护车 送来我员就诊 家手拒绝检查 要求输业治疗 接诊的杨文医师 根据患者病情进行治疗后 家手于12时50分 签字带患者离开医院 但13时50分返院 在整个治疗期间 家手不配合治疗 曾先后10次 签字拒绝检查和治疗 在医护人员楼一下 患者感染有所控制 胜功能不全改善 见解之区域正常 事后患者家属 12月27日要求转院 与女性有关手续后 患者医院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我愿征照正常治疗程序执行 有关费用结算 按医保规定进行 不存在为患者 减免费用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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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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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